作詞・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八年年代 其他國家或者是研促人 受到的影響 八度之間 八年年代 新自由主義幾乎十一九十十年 這個新自由主義在原住民的社會 在阿里山也造成了若干改變 剛好這三段 從傳統的社會 到殖民者跟國家社會的介入 到最後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介入 國家開始力量 開始整潰 設計的力量發起 整個地質地貿也隨著這種方式地質改變 政治我剛剛也有一個想法 是不是在八年代之後的新自由主義進來之後 整個阿里山也造成經理 即使你命令到跟國家的對地方 這個我其實是相關的 那國家力量出來之後 強調個人 強調自由競爭的次產生 來經營這個道理 產生了一些經理想 我就用這三個份 來跟大家做一些照顧 要大家對於這個多文化 在第一部分 阿里山中族 阿里山地區的一個最重要的活動的族群 這個族群非常久遠 根據考古學的資料 多數在這個地方的活動 超過3500年 也許整個月到2000年 從考古學的資料 從語言學的資料 都證實了這個地區的年代非常久遠 過去的3000多年的活動 在這個地方 有競爭出來的這些地區地貌 文化景觀 當然它的受到禁 百年來的 今年的主題 也許是 百年來的阿里山的營業 百年來的發展 3000多年的地區地貌 其實受到100多年來 改變非常巨大 在還沒有國家政府進到這個地區的時候 整個阿里山也分成四個大的居肉 這四個大的居肉 離此之間 如果沒有外來者的話 離此之間是屬於敵對的狀態 同樣的族群 同樣的族群 屬於一個園業的狀態 這個在現在我們的台灣 對於原住民的金錢 很怕最近的電影在各個發來 給我們大家的啟示 看電影都會覺得說 怎麼同一族群裡面 會有這麼多的互相殺伐的動作 事實上是如此 當沒有外力進來的時候 每一個族群自己本身 就會形成一個不同的地域的分布 這個地域的分布 會造成他們對於獵場 對於和自然資源使用 一個很重要的分別的動作 在日本還沒有進到台灣之前 整個阿里山地區 從雲林一直到加利 有四大部落 最北的接近這個農林的地方 叫做魯霧鎖 然後往東東南投 今集日本一帶 叫做魯霧鎖 魯霧現在還在 但是人口已經大量減少 這個聚若代表性的男子秽車 已經交識了 僅剩下在嘉義的達邦社跟峰里的大社 這四個大社從雲林地區分布到雲林南投 地區分布到嘉義這麼廣大的馬里山地區 附近剩下的傳統部落 一方面看到了整個地域改變 最早的一部落 在這區時代更早之前 跟峰里射進行戰爭的行為 甚至彼此有略的行為 這次是特幅也射的角色 還有峰里射的角色 峰里射剛好是在雲林地區發射裡面 所以他們之間列場的爭折 和離物跟自然之間的爭折又非常激烈 但是特幅也後來壯大之後 整個雲林地區慢慢的門口消失 被他們整個集資料 所以峰里射就部分的 包括他們的頭部 就帶了一群人到達邦社 來跟達邦成為一個 一部落地區 這個 這個 焦失了峰里射 後來頂接的 在一九二年代的時候 焦失的是峰里射 在南投羅美羅那一代的多州大社 這大社消失之後 一部分人口就提到峰里射大社 所以現在還留在這個 目前看到的大社 就正在法方大社跟峰里射大社 法方大社接收了一部分 一部屬他們整個的自然資源 都也接收了一部屬一部分的自然資源 所以這兩個聚落 重新開始 對於這個 既有的自然資源跟文化資源 重新做了一些改變 在這個 傳統的這種文化認知上面 我在這個櫃里面提到一些重點 整個多州文化非常有趣 它幾乎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 在想像自然跟文化的系統 從對於自然的認知 比方說 他們把一年分為兩個季節 這兩個季節就是夏天冬天 兩個季節 這兩個季節呢 事實上也對應了 女氣跟乾氣 這個女氣跟乾氣呢 又對應了男人活動的時間 跟女人活動的時間 同時也界定了法裂的時間 跟農耕的時間 這也是在乾氣 是男人的時間 農耕是女人的時間 是在女氣 是在私氣 這是女人的時間 這種從一個大自然的循環裡面 區分出兩季的時間的概念 跟男女的分工 跟大自然的開脫 其實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那不只如此 整個州族呢 對於空間的概念 對於空間的概念 也形成了兩個 兩個二元對立的方式呢 在思考 他們把這個東西南北 幾乎把它虛弱化 東跟西是最重要的 州族在空間的認知上 最重要的點頭 南北幾乎沒有 南北幾乎沒有 這個在分布 對於空間定義上 幾乎不具有重要性 東邊 生命光明的 西邊死亡的 黑暗的 東邊 是矗立的 這一個玉山 玉山 他們稱為 巴東瓜倫 所以我們目前 漢人稱巴東瓜倫 巴東瓜倫 這個字就是 從州族的這個字 所掩生出來的 巴東瓜倫 玉山 是一個神聖的 在神話裡面 他幾乎是跟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威脅 是結合在一起 當初玉山 也被多足的神話 賦予了 族群的發展的 一個意義 全世界在很久以前 曾經大紅棍 多足的神話裡面這樣說 說這個 靠近 這個 曾文基藏油的 長谷川溪 長谷川溪 是日本的命名 長谷川溪 明天 有一條非常大的 鰻魚 鰻魚 又堵塞了這個 鰻魚 堵塞了之後 水就開始見了 全世界 因為一條鰻魚 把這顆 溪流堵住之後 學習院都做大鰻 所有生物 都往阿里山 去遺憾 當時全世界的生物 照動物很多 人類 只有半種 一種是 當然是種族 另外一種就是 故農族 另外一個呢 有趣的 說出了沒有人 另外一個叫做 瑪雅 後來跟瑪雅 這一種 在洪水過了之後 跟阿里山的 跟周族 跟布隆族同時下山 洪水過後 下山 他們往北走 往北走 往北走 周族的成話說 有一天在外人 特別是完全跟台灣過去從來越境過的人 不太一樣的人 到了台灣 從日本來的時候 他們發現 原來 瑪雅人 走得這麼遠 變成了日本 又回到 多數來 剛剛提到 台灣的族群關係非常對大 目前賽德克發展 看到跟日本人的關係 台灣的幾個族群裡面 幾乎只有周族 好像只有周族 沒有跟日本人 沒有任何的政黨 他目前為止 恐怕 架化日本族 這個比率 也是幾個族 這幾個族 這幾個族 最高的比率 非常有意識的是 當國家的力量 進到這個部落 開始在扮演一個角色的時候 周族群化 賦予了 國家 就是核雲之爭者 進來的位置 在1896年 非常快 1996年 1996年 日本人到台灣 有人上山 1896年 就有日本人跟周族人相對 當時也非常有趣 在日本人進到部落的時候 在我們所做的歷史的一個調查裡面 幾乎日本人沒有接受到 周族人任何抵抗 當然以我的研究跟日本人 跟對於周族的文化的理解來看 他事實上是遇到一個文化造成這段歷史的可能性 歷史其實我們用西方的歷史來寫的時候 會一套說法 但是這個周族的這種接受日本人 剛好是文化主動的在詮釋日本人這樣的族群 他的性質 也許他們如何到山上來 在雜方也好 特畢也好 當日本人到山上的時候 也許是中橋 或者是也許日本人有做過一些功課 一開始的時候 尖上山上就跟頭目家族 跟兩個地方的頭目家族 然後去到日本的時候 繼續起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剩下兩個大社 剛好都跟他們的頭目家族 都有過尖上 就是部落等於是都會進到 就部落裡面 那部落裡面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這尖上呢 剛好是符合了周族的傳統文化 在領導者治理的一個邏輯 當部落的領導者 可以允許外人進來的時候 其他的這個社眾 部落的人就會接受到他們的這個 進入到的部落裡面 這種文化的因素 使得這個周族的跟日本的關係 就緊密起來 這種緊密也影響到 後來的整個發展學校 還會再提到 周族的這兩種 對於東邊跟西邊的定義 的一種明顯的區別 非常的清楚 在自然界的區分裡面 他跟神聖跟世俗的概念 就結合在一起 很多的這個周族的自然的資源 因為這個東西方的 東西邊的這種不同的定義 會使得他又產生可以使用這些資源 或者是不能使用這些資源 我們再舉一些例子 東西方的這個東西面的這種 實現性的社俗性呢 非常的明顯的影響到周族人 在取用自然資源 跟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一個 這個互相 直接對這個空間的這個理解 好像說 早期的周族人在有疾病的時候 他必須要求助於巫師 巫師在治療疾病 不只是在傳統時代 現在還是如此 這個巫師在治療疾病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被治療疾病 一定是坐向面向中邊 坐向面向中邊 巫師進行儀式活動 巫師從身上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 生病的東西 會讓人家生病的東西 把他丟向西邊 丟向西邊 可以求得這個治療 就是東邊西邊 東邊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而且會賦予巫師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音量的地方 同時 周族人過世之後 過世之後 早期周族的這個埋葬 人死掉之後 也是行室內葬 室內是花衣的坑屑 手跟腳綁起來 像一個N字起 綁起來 我們說這是束穴 束穴 放到這個室內的這個洞裡面 再把它這個蓋好 當這個人過世要放到這個室內的木的時候 所有的人臉一定是朝向東面 一定朝向東面 這個朝向東面 在當代社會裡面 還維持這個 還維持這個習慣 所有的周族的人到目前為止 在埋葬的時候 不論哪一個部落 大方都不也有其他的巧色 某一個部落 人死掉之後 一定是繳會朝向東面 趕下去 繳這個朝向東面是因為整個趨之杖的時候 把這個綁他的東西拿掉之後 腳一伸就往東面去 這個周族人也常常的笑說 這個這樣子的帳法呢 你對於他起來的時候可以看到太陽 腳好像東邊嘛 身體起來的時候一定可以看到太陽 習慣還維持任何的這個部落 到目前為止 這個東西的界定還是如此 在部落裡面 要找周族的魂墓非常簡單 周族的魂墓一定是在部落的西邊 沒有任何其他的方位的可能性 一定在西邊 在清代1769年 這個魂墓被殺之後 整個周族的地方剛好流行了非常多的 各式各樣的疾病 當時的紀錄有鼠疫 當時的紀錄有天花 特別是天花 當時的紀錄有感冒 以前我們都要顧列感冒的這個嚴重性 我們這幾天來台灣 已經被這個感冒 就是SARS的影響很大 周族遇到現在 周到遇到現在 當SARS開始很流行的時候 周族人說 你們都太有親估身體發熱的症狀 周族認為人因為生病 先從他的身體開始發熱開始患到一起 身體開始發熱了 這個並不是一個歷史之一有 特別是在天花、趕後大色流行的時候 在1769年的無縫過世之後 18世紀多族人口大量減少 剛才提到的整個特務野邊螢幕組的徵戰 也在這個時候整個部落就消失 部落的消失 部落的消失 在後續的周族的發展 會引起整個文化 在延續上面 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度的改變 我們看到了 剛才提到的對於空間概念 空間概念其實廣泛的影響到他們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 同時也界定了他們如何去使用這些在他們生活四周的這些獵場的渠區等等空間的一些內容 包括多族的對於河流有極高的性感 那當然也許很多人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看到的這個三十克發展 很多事情都在河流發生 所以河流是不是原來原住民都這麼樣的一個 所以河流發展 所以河流發展 其實並不是河流 周族特別 周族對於河流的知識非常細密 相對於他周邊的布農族 布農族幾乎不實用 同樣是高山地區 布農族幾乎不實用 不實用魚類 對於在溪裡面的魚的知識 但是沒有周族那麼精神 所以周族在山上最喜歡食用的魚 高山布魚 我們剛才說苦花、苦花 這是他們最喜歡的這個魚 這個魚是如果用現在的這個名稱 就是魚的發展 真正的魚 用賽奈克人說魚的發展 就是苦花、高山布魚 高山布魚的這個使用 在周族人非常的平凡、明顯 也因為要使用這些魚 所以當然在魚區的這個風格上面 就衍生出了一道管理 這個大自然滋潤的方法 周族把河流常常分成幾段 通常一段大約是一公里左右 七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左右 稱為一段 每一個河流的河段 每一個河流的河段 都有家族在管理 家族會管理這些魚 那最好的、最肥美的 可能最多魚的地方 通常是由這個頭目家族 代表我們把頭目稱為白鴻錫 白鴻錫 白鴻錫這個字呢 有兩個含義 作為領導者的頭目的名稱 白鴻錫這個名稱 有兩個含義 一個是起人 它指的是樹木的根部 跟主幹部的根 就是他們的領導組 當然不是說白鴻錫這樣名稱 是只有根而已 還有主幹的部分 所以它涉及到除了根源之外 它還有涉及到一個中心的概念 整個領導在周族裡面 用白鴻錫去稱呼它 它就是講的是 它是一個起人 起人跟過去是有關的 周族對於自然之原的使用 對於過去的理解結合在一起 等一下我們會再舉例 這種起源的定義 起源的還有中心的定義 就形成了周族在想像人 介入大自然的使用的時候 一個合語化的邏輯 周族對於白鴻錫的使用 這個名稱的使用 領導者的使用 它還影響到後來這個人類學研究 早期的人類學研究 到那邊製作研究以後 發現這個族群非常的奇怪 它的政權 它的領導權幾乎是百事不已 通常看人在裡描述 這個時間的觀念 一世就是三十年 百事不已就是三千年 所以我們老師魏惠靈 到周族去看 周族文化的時候 他提出概念 周族的領導權是百事不已 百事不已三千年 一個領導權可以被某一些人 掌握在手裡面三千年 其實是一個非常令人 覺得不可適應的事情 後來我當然對於他的研究 我覺得怪怪的 這個是遇到水 不會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後來我去做研究結果 整個周族呢 其實 是北洪喜 北洪喜 現在你到山上去 北洪喜被用來指稱姓汪 三千年水 再加一個汪 這是汪 這個名稱是因為北洪喜 北洪喜 汪 就直接用叫做汪 這個汪 汪家的姓 過去一直被貴 所有的領導權 都一直是在北洪喜這個家族裡面 但事實上 周族的文化裡面是 領導者被稱為北洪喜 部落的領導者也被稱為北洪喜 他的家族暫時不用這個名稱 所以八方雖然領導者叫北洪喜 在漢姓上也姓汪 德菲也 他是這個 頭陸 他也是姓汪 但這兩個汪 他是不一樣的家族 達邦是達邦 他的家族是達邦 另外德菲也的家族的 這個北洪喜 然後他呢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旦這個 他領導者失去他的領導權 他就會回到原來家族 所以新任的人就會稱為的家族 就暫時不用他的性能 就用北洪喜來作為這個稱呼 這種這種概念 在現代社會裡面 這個有非常大的這個影響力 一個引導者 他當他被賦予 leadership的時候 幾乎整個文化的力量就會加在他身上 這也造成了後續的 當周人遇到了國家力量進來的時候 產生了一些衝突 包括我認為在家裡研討會 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 講這個周族的精英高醫生 他之所以被國民黨槍斃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剛好跟國家政府 在進入部落社會的時候 對於一個領導者應該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產生了非常大的主意 一個領導者 特別是高醫生所代表的 周族的文化非常清楚 周族的這個知識的取向 現在是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知識的取向非常強烈 周族常常在注意說 你到底知道些什麼事情 而我對於那種事情都可以知道些什麼事情 看到了嘉義人、漢人他們會質問 這些人我知道他們有些什麼事情 然後日本人關於生活 他們會問到底可不可以了解 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在對我幫忙做過 不過出來就是這種知識的一個概念 使得這個領導者就被賦予了整個周族 在進行他們的自然資源的使用 跟面對國家的時候 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邏輯 高醫生當時他在光復以後當鄉長 在傳統的周族的文化裡面 雖然他跟傳統的領導者 頭目領導者是不一樣的 他是受到外面賦予的權力的影響 但是因為文化裡面給予領導者 有某一些利益 他必須要對於領域、對於族人的生活 對於過去的這個形態以及基本的一些領域 在維持這個生存的時候的一些資源的使用 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或是決定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周族跟很多族群的 對於自然資源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周族的在我們研究裡面 周族的使用自然資源的方式 大致上是用政治分配的方式來使用資源的 另外現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賽德克族、太亞族、東農族、達武族 還有在這個東邊的泰普和族 當然泰普和族跟賽德克族是同一族 他們過去是被稱為東戰德克跟西泰普和族 他們獨立的時候稱為泰普和族 所以就把戰德克這個族群名稱 就放給現在泰普和族 這五個族群 我提到那五個族群 跟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這個新自由主義 所在思考的那套系統是比較接近的 他們接近於自由競爭的市場 剛才提到的賽德德、泰里德、布農 還有在南語的法務 這五個族群非常明顯 他們被人類學分類為它是一個平權化的社會 一個平權化的社會 平權化的社會就是說他們沒有世襲這個概念 所有的權力、所有的地位都是後天獲得的 整個社會沒有組織化 所以這幾個社會也沒有那些大額目 在這個社會裡面用作 同時他們對於自然資源採取一個非常自由競爭的方式 強調個人能力、強調自由競爭、強調人跟人之間的平等性 連在超自然世界都是如此 這幾個族群沒有一個很嚴密的神靈的系統 剛才提到了我這五個族群之外 其他的原住民族群全部都有一個非常嚴密的神靈系統 周族是其中拜訪性的、阿美族是其中拜訪性的 有最高的天神、依照土地神、河流神、稻神、米神 很嚴密的神靈系統 但是這個平權化的社會 平權化社會的這個族群 沒有一個很嚴密的神靈系統 那那五個族群呢 最大的影響力都是一種 某種超自然力量 比如說這個泰魯德、賽德克跟泰塔 他們相信某種能力量 能力量大國電影的播放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呼杜、呼杜、血跡族群那個呼杜 那個族群 族群是這三個族群認定的 最具有影響力的這個對象 主群是什麼 沒有任何個特定的形態 他有可能是主群 也有可能是惡靈、鬼靈 也是好的靈 被對人有幫助的 他沒有個特定的形態 他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 沒有個特定的形態 但是呢 他對於泰亞人、賽德克人跟泰魯德人 有非常強烈的影響力 這個相對之下 階層化的社會 他們的神就一層一層的下來 就一層一層的下來 剛才提到說主很缺代表性 另外更具有代表性的阿美族 阿美族的這個神靈跟神靈的階層的系統 跟他們的年齡階級的階層系統 補出一層 給幾乎一個連結來幹幹 同時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能物 在自然使用的時候 剛才提到的一個 人物叫做烏斯 烏斯在跨自然的使用 這個擁有非常高的 這個有決定的能力 派亞人的烏斯甚至還決定 獵人應該往哪一邊去做打獵 這個獵人要問烏斯 烏斯要問祖靈 祖靈要給他一個啟示 但是祖靈每次的啟示都不一樣 烏斯說可以去哪裡打獵的情況也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些平權化的社會裡面 烏斯所界定出來的使用大自然的方式 都會分歧 今天烏斯人他會跟他講去東邊 下一個人跟他講去西邊 所以對於自然資源使用 不會集中在某一類 他不會集中在某一類 他會分散去使用 對 因為連這個大自然的 這個世界的影響 超自然都已經開始掌聲一些影響 但是階層化社會並不是如此 階層化社會對於自然使用的 這個邏輯是由掌握有權力的領導者 來分配自然資源使用的方式 多找量、數量跟到底應該要進行什麼樣的叫化 這是由一個central 一個中央來控制、來維繫這個自然資源使用的 多族的系統是在這個部分 他跟民權文化的這種自然使用的方式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種不一樣跟我們看看後續 會產生非常有趣的現象 多族因為有這樣子的文化邏輯 所以當日本人進到山上的時候 在這兩個國家的代表這種 權力分配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們在跟周族文化的運動的時候 就讓周族可以合理的在自然資源使用 還維持住既有的這種系統 但反而到了這個新自由主義進行 他這個邏輯跟原來周族的文化 完全是不一樣的 剛才提到強調市場的自由的競爭 強調個人能力成就的發展 獲得更多的能力 最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也因為如此 在80年代之後的 周族的自然資源使用 出現了一個非常多的 跟過去不太一樣的現象 我們當然現在資料還不是那麼的完整 但是我們也許以後還可以持續做研究 比方說近年來當然生態的變化很大 下雨流水使得整個周族的生態 遭受到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但是從我在這個地方做了30年 我已經從這個新自由主義進到這個 這個宗族社會之後 我看到了這個影響 當就是這樣的 因為釋放出資源 讓個人可以去申請 可以讓他可以使用 所以一個一個的民宿 在山上開始出現 一個一個小型的農場 在山上出現 知道我意思嗎 本來沒有 本來是必須要經過 這個一個比較中央式的方式去管制 這個資源的使用 到了八年代之後 社會中的營造的裡面進來了 每個地方被賦予非常重要的 這個利益社會開始出現 開始不是說國家叫我們幹什麼 我們幹什麼 他們自己會有一些 那周族的 剩下50分鐘 很重啊 我沒有再注意這些影響 那這種影響 差不多一塊塊 這個影響 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分證 在山美 有一個用生態保育的概念 在做這種生態保育 就是他們叫做 當該國際的生態保育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這個生態保育的概念 它基本上還是用多種文化 來跟這個社會進行一些互動 但是呢 除了這個生態保育的區域之外 更多在山上 各式各樣的茶葉 這個高山這個燃業 各式各樣的小型的使用 其實對於整個山裡面 原來是用整體式的方式 在做使用的 這種資源開發的景觀 即使已經做了變大 從剛才我們做了一些 這些例子 我們看到了這個虛擬的現象 早期的這種文化的多樣性 在傳統部落裡面其實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剛剛知道 在不同的大色 它其實代表著一個具有identity 自己成為認同的一個群體 所以四個群體其實是在這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多萬化的景觀 國家進來之後 對於這四個群體所佔用的 和使用的自然資源做了一些管制 所以這個造離 所以這個特殊的這個國家 要推動的農業 在日本日記之代 跟國民眾進來之後 有了一個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也知道 在國民眾到齊的這個山上農業 其實都非常大型的在山上進行 一直到最後現在的八年代之後 我們開始又回到了一個關係 地域文化對於整個州局 整個自然資源使用的這個影響 這個影響我們剛才提到 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在山上學文化 跟學習上的文化已經學習了 今年已經32年了 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會在嘉義開非常重要 嘉義的年輕人學者 整個阿里山的山脈 是一個蘊藏了非常多的 這個公佈文化跟知識的影響 這個已經在這個地方持續做了以後 我們在研究成果 也許可以再這樣成為一個研究 年輕人研究是這樣的可以進行檢證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阿里山山脈 對於這個阿里山山脈跟中文化理解 就是國家地帶這個地區的理解 可以深入發展 上次我講三個報導 我這個taper就沒有按照這個taper 向前報 謝謝 謝謝